第十大误判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佳军 今天佳军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什么呢? 习近平的十大误判 导致威尼撤雄 你还别说 这个事情采用倒序法 倒是比较有意思 我刚刚看到美国真意发了一个推 说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之下 中共国,习近平从美国收回两只大熊猫 收回两只大熊猫 网友马上就评论 说习近平撤桥了 我说不,不是撤桥 是习近平怎么样? 把自己的师生女给撤回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习近平上台以后 由于长相非常像大熊猫 因此人们便把习近平叫做威尼熊 因此习近平的孩子 就是熊猫了 习近平撤他的子女 在他当上主席以后 就是先把习近平撤回去了 这一次呢 又把他的师生子 两个大熊猫撤回去了 习近平可以说 这个威尼熊 对这个大熊猫 是情有独钟 大家还记得去年 在法国大熊猫生了一个小熊猫 习近平跟彭丽媛 他们两个人呢 就跟那个大熊猫 去名叫什么? 叫圆梦 彭丽媛跟那个孟玄 也就是说这个正宫 跟那个有可能会成为正宫的 隐藏的隐形的一个娘娘 各取了一个字 准备要圆习近平的梦 也就是说习近平 他对这个熊猫 威尼情有独钟 从他给这个大熊猫 取名叫圆梦 就可以看出来 这一次导致这个威尼撤熊 撤的是熊猫 人们说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最近 这个美国商务部 美国政府 决定呢 对这个华为 采取彻底的打击 是什么? 是双管齐下 怎么双管齐下呢? 就是从硬的方面 把你的硬件给拿掉 不卖给你芯片了 从软的方面 把你的软件给拿掉 不卖给你系统了 按照系统 不让你用了 这样的话呢 这个华为那就完完了 因此在中美贸易战 谈判震撼之际 这个威尼熊啊 又做出了一个测熊毛的决议 有人说呢 这个习近平突然变卦 突然改变协议 记录了川普 外媒呢 还是透露了一些 这个习近平变卦的内幕 说这个内幕 他们是怎么分析的呢? 他们认为 中美贸易战 之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 出现变卦 所有的决定 都是由习近平本人所为 习近平当然他也说了 全部由我负责 就是有一个蠢货 有一个威尼熊来负责 那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 这个习近平误判了川普 他认为呢 美国总统川普 急于要达成协议 他认为川普要达成协议 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 达到了一个渴望的程度 结果呢 这个 在中美贸易战 即将达成协议之际 这个习近平在5月1号 他突然做出一个决定 要对这个中美贸易谈判的协议 进行什么? 进行彻底的修改 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认为 说按照原来的协议 如果要谈下去的话 那他就认为呢 是中共 有可能要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习近平呢 不愿意屈服 那于是呢 他就向美国提交了一个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 按照美国前中央情报局 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师 约翰逊 他的这个解释 他说什么? 中共国送来的这个协议 被习近平改的什么? 一片红 这改一片红 那美国当然不愿意接受了 那么并且说 习近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要提出新的谈判立场 那就是习近平认为 川普呢 太想达成协议了 这是习近平的一个重大失误 那么习近平的这个重大失误 他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 建立在自己的误判基础之上 那么习近平认为 美国要求中共国修改法律 是一种侮辱 尤其是对习近平本人来说 是一种巨大的侮辱 他不能接受 那么因此呢 习近平就态度非常强硬 他也容不得别人给他提的意见 那我们看到这个有学者 就是台湾师范大学正研所的范世平教授 他提出呢 习近平有十大误判 也就是说 对美国 对川普有十大误判 那么这十大误判 导致了这个习近平的决策 他说下的棋是一步比一步臭 他就从来没有下过什么好棋 当然了 就有网友提到 说习近平你别说十大误判 他自从当权以来 自从夺权以来 他所有的判断都是误判 他做的任何一个判断 几乎都是误判 不过呢 我们还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范世平教授 给习近平总结的十大误判 那么第一大误判 是什么呢 习近平认为川普会像之前的美国总统一样 说这个打贸易战怎么样 都是假的 不敢玩真的 只要中共国买美国的商品 买美国货 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糊弄过去 就可以忽悠过去 没想到川普这个人 他怎么样 他玩真的 不是说像有些人讲的 川普这个人不靠谱 他是特别的靠谱 他真的玩真的了 这一次 结果呢 习近平就拿他没辙了 这是第一大误判 那么第二大误判呢 习近平误以为 川普呢 只是一个商人 就是business man 说只要中共国买美国的东西 那么川普呢 他就不会特别的围难习近平 不会特别的围难中共国 没想到呢 川普他呢 所要的根本不是这个东西 川普不光要把他的商品卖给中国 卖给中共国 更进一步来说 川普他要习近平 要中共国 解决的是一些什么 是一些制度性的 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而不是表面的 所谓的 买一些商品的问题 这些制度性 这些根本性的问题 包括什么 包括要修改中共国的法律 包括美国要派人进驻到 中国 中共国的政府和企业当中 去监督 去落实美国所提的 这些谈判协议能否落实 这个习近平呢 对美国提出要修改中共国的法律 这个决心出现了重大误判 这是第二大误判 那么第三大误判 是什么呢 习近平以为反报复 可以怎么样 可以下倒川普 那么当2018年6月15日 这个6月15日很有意思 是习近平的生日 这个川普这个人 他往往会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日子 来给人打交道 2018年6月15日 就是习近平生日的时候 美国宣布 针对中共国价值五百亿美元的商品 那么要课税 是百分之二十五 课增关税 那么中共国呢 随即怎么样 以强制强 以硬制硬 那么习近平呢 他怎么样 要以牙还牙 结果呢 被川普打得什么 满地爪牙 我记得做过一期节目说 川普很重习近平 抽得他满地爪牙 爪牙 之后怎么样 习近平没牙了 最后我的嘴 就要来个什么 来个自力更生 不过呢 川普根本没有被习近平吓倒 那么随即呢 宣布对中共国价值两千亿美元的商品 课增 又再增百分之十的关税 大家知道 现在的结果 就是川普 不光要对中共国 两千亿美元的商品 加增百分之二十五的关税 为什么总是加增百分之二十五呢 大概跟川普从小玩钱 玩money有关 大家知道 美国 他的这个 钞票 用的最多的 实际上是 两种 或者是两个 纸币用的最多的是二十美元的 那么硬币用的最多的是二十五美元 就是一个quarter 可能呢 川普对这个quarter 情有独钟 所以说呢 他要对这个 中共国加增百分之二十五的关税 刚才我们提到 他不光对这个两千亿美元的商品 加增百分之二十五的关税 还要对另外三千二百五十亿美元的 又来个二百五 三千还要加个二百五 这个二百五是不是指习近平 我相信呢 大家心里都清楚 你不说 大家心里也清楚 又要增 克增百分之二十五的关税了 那么 习近平的第四个误判 那么习近平呢 他误以为 美国的民主党 特别是民主党的一些企业家 会反对川普 发动中美贸易战 结果呢 这一次 美国的民主党一些大佬 特别是一些企业家 他不光没有反对 川普 当然川普 是美国总统 有人说 是共和党的总统 这个事情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一旦当上总统以后 你就不能够代表任何一个政党 也就是说 你就不能够代表共和党了 你也不能够代表民主党 你代表的是美国人民 所以说川普当了总统之后 他不能够按照中共国的理解 是共和党的总统 是民主党所反对的 不 他代表的是国家利益 因此川普打中美贸易战 他代表的是国家利益 对整个美国有利 因此呢 不管是民主党也好 共和党也好 都出现了惊人的一致 就是怎么样 支持川普跟习共 跟中共打这个贸易战 因此习近平的第四大误判 他误以为民主党的一些大佬 或者一些企业家 会反对川普 结果呢 没想到 人家在这个国家利益面前 出现了惊人的一致 团结起来 共同来对付习近平 那么 非但如此 不光是企业家 不光是民主党 当然共和党 那就不用说了 那么 美国的民众 也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大家知道 美国人民是非常爱国的 在国家利益面前 可以说 美国人民是毫不含糊 那与之相对比 生活在中共国的国民啊 我们已经受了中共七十年的奴役了 要说爱国 怎么样爱国呢 反对中共 反党就是爱国 大家想想 我们不是不爱国 怎么爱国 只要反中共 反专制 反独裁 反习 那就是爱国 那么 习近平的第五大误判 习近平以为 一旦中美贸易战开打 那么 美国的经济呢 将不堪一击 如此呢 下来将不利于川普明年 也就是说 2020年竞选总统连任 结果呢 中美贸易战从开打的那一刻起 美国的经济怎么样 非但没有像这个威尼熊 像习近平预料的那样 不断的下滑 反而持续增长 可以说层层的 它的失业率也逐渐的下降 它的股市是更加繁荣 反而中共国 大家看一看 经济 我可以这样说 目前中共国的经济 已经被习近平玩完了 被习近平玩砸了 那么 中共国的失业率 我估计呢 中共也不敢往外公布 那股市呢 更不能说 简直是一片惨像 那么 习近平 对美国对川普的第六大误判 他误以为呢 美中贸易谈判 可以靠习近平的老搭档 王岐山 来到美国周旋 为什么呢 因为王岐山与美国的高盛邦 关系呢 非常密切 所以说呢 这个习近平坚决的挺王岐山 让王岐山 当国家副主席 哈哈 不过呢 习近平原本期望 王岐山 能够 跟美国的高盛邦 也就是说 特别是 华尔街的商人 共同来对付川普 我们说 不过 一旦来个不过 大家就清楚了 美国的这些商人 这些高盛邦 他们在国家利益面前 不但 没有给川普出现重大的利益分歧 反而呢 他给川普达成了 惊人的 利益的一致 所以说这个王岐山 他要出山 他出的也是岐山 况且呢 美国根本就不让他来了 他根本不待见你了 你来不成了 想谈判 想跟这个所谓的高盛邦 王岐山的好朋友勾兑 也勾兑不成了 根本不打理你了 你算老几啊 对不对 你本来你早该退休了 你七上八下 你已经到了那个该下的时候了 该下的时候反而上 这不就是倒行逆施又是什么 当然他的倒行逆施肯定来自于习近平的援助啊 习近平的词源啊 习近平就是 就是 进现的中国倒行逆施 尤其是最近几十年 倒行逆施第一人 那我们知道这个王岐山 发挥不了作用了 不过习近平呢 这个猪脑瓜 他呢是任人为亲 又想起了 想起了谁呢 想起了他北京101中学的老同学 刘霍 我说刘霍 刘霍 假贺西归 留下货水 要给中共留下货水 当然是对中国给中国人民怎么样 要带来福音了 担任到美国的谈判代表 那么习近平如此的用人为亲 也得罪了中共国的很多高层官员 尤其是太子党的官员 不过呢 刘霍这个所谓的 在美国留过学读国书的人 他根本并不擅长 国际贸易的谈判 那么导致呢 只要一谈 那就完完 为什么呢 因为刘霍根本就不懂 国际贸易谈判的一些 国际法的内容 可以说刘霍基本上是一个国际法的 特别是国际贸易谈判当中的 国际法的一个法盲 他跟习近平一样完全不讲信用 因为他代表的就是习近平 也就是说 刘霍代表习近平来给美国谈判 他就代表了习近平 不负贸易 不守信用 不诚实 随时准备毁约 那我们再看习近平对这个 川普对美国的 第七大误判 那么习近平呢 去年12月1号 跟川普在G20见面的时候 川普答应给习近平 来给什么 判刑 缓期执行 90天 川普讲得非常清楚 我就三个月 给你缓期执行 那么三个月之后呢 你如果不听话 不老实 哈哈 不听我川大爷的 怎么样 我就要对你的商品 这个课税 增加25%的这个关税 这个习近平呢 他还是 一味的搞那个什么 托自觉 他认为呢 我能够把这个川普给托死 因此呢 他就来了一个一托再托 甚至呢 习近平要准备 要以托代变 变什么呢 他要等待美国的民主党 对川普进行反目 等待美国的一些商业大佬 对川普反目 等待美国的国民 对川普反目 他要甚至说 要等待2020年 美国大选 让川普怎么样 下台 结果呢 习近平的这个希望 落空了 原来习近平说 他要等到川普下台以后 美国这个时候呢 而中国这个时候 中共国就好 跟美国的其他一些政党勾兑 怎么样 来对付美国了 结果呢 现在看到这个形势啊 川普真的是如日中天 所以习近平这个猪脑瓜 他所做的这个决策 有人说他是维尼熊 他所做的那个决策 都是很熊的决策 根本没有可能拿出一个漂亮的决策来 那么因此呢 这个川普 他早就看透 早就看穿了习近平 他这一次 突然 来个闪电站 对中共国的这个商品 2000亿美元的商品 另外是 3250亿美元的商品 要克25%的关税 没想到呢 习近平这个招 就接不过去了 他就真的 一下子没有办法应对了 那么 第八大误判 是习近平 为何推翻了过去十个月 与美国达成的这个协议 也就算是初步协议 是什么呢 是因为4月26号 这个习近平啊 在北京召开了一个什么 一带一路高峰会 结果呢 有所谓的37个国家的元首与会 那么这种万国来朝 万邦来朝 又给习近平呢 造成了一个错觉 他突然又增长了自信 你看我老刁 有37个国家元首 来吵喝我 怎么样 人家不是来吵喝你 是来嘲笑你 来拿你的钱 看你的笑话 最后怎么样 拿钱走人 骂你的娘 他又增强了给美国对抗的信心 那么 就有这个习近平身边的这个幕僚 给这个习近平出手主意 他说 未来 非洲的这个经济规模 怎么样 将超过美国 中共国一旦抓住了非洲这个市场 不必在乎美国 所以说习近平一拍他那个猪脑瓜 一拍他那个维尼熊的熊脑瓜 就做出了决定 说我对这个中美贸易负责 为什么 我不怕你美国了 我这要给 非洲搞好关系 就可以了 为什么 习近平的幕僚告诉习近平 说未来这个非洲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 我的天哪 哎呀 我们说习近平的这个猪队友 给习近平出了这个瘦主意 足以让习近平尽快玩玩 因此习近平就产生了非常盲目的乐观情绪 就导致了误判 那么第九大误判 习近平没有想到 川普身边的人也如此的在意 在意什么呢 在意修习抵得陷阱 随时可能发生 随时可能 会对美国造成不理影响 这个川普这个人 我们说 不愧是搞商业的 搞谈判的 他每次发推 都给习近平戴个号 搞帽子 说我跟习近平 是好朋友 并且呢 要夸习近平有哪些优点 但是 川普跟他的这个幕僚 对习近平非常了解 非常清楚 非常担心这个习近平 担心中共国 他 怎么样 会取代美国 所谓他的这个雄心 雄毛心 雄脑 威尼雄脑 要取代美国 那么甚至呢 川普担心如此一来 这个美中呢 难以避免一战 那么所以说呢 美国必须要在他掌握的高科技领域先发之人 只要一搞 我们说 把你的这个硬件一搞 把你的软件一搞 中共关键就完了 你不用打仗 没想到呢 川普搞了个闪电战 这一下 把这个习近平搞的 现在说是 要死不活 就马上就要玩完了 那么美国的这种担忧呢 是习近平没有想到的 是习近平的一个重大误判 接着说 美国只要一玩科技战就OK了 你别说真的 真刀真枪 给你来打 那真的真的真刀真枪给你打呢 那习近平 那中共肯定也是完完了 那么第十大武判 习近平没有想到 美国打贸易战是什么呢 是所谓的相装武剑意在佩弓 这个打贸易战 并不是真的要打贸易战 这个佩弓指的是谁呢 就指的是习近平 就把习近平要给平掉 要干掉 大家还记得去年十月份 美国副总统彭斯 在哈达逊研究所 他演讲的时候说 应该把中共和中国区分开来 把中共国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来 美国是什么 是反共不反中 那么如今 习近平取消国家总席任期制 对立集权 他推动的 所谓的 这个 把权力集中的一起 要定有一尊 对外呢 搞这种各种各样的积极的扩张 并在全球要推广所谓的 中共国价值 那就是要对美国的挑战 这样呢 美国是不能够接受的 美国的敌人就是习近平 就是中共 那么中国人民受中共奴役七十年 如果你要不想再被中共奴役下去 就跟美国政府 给美国人民团结起来 共同来对付习近平 因此彭斯这个讲话 是反习不反中 反共不反中 那么如果说这个 要反 那就是要把共产党 要把习近平给拿掉 美国的敌人很清楚 就是习近平 就是中共 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才真正的是 世界的麻烦制造者 为什么呢 他反普世价值 那么现在也有学者指出呢 西方国家 西方世界 他们力图要培植 比较理性 比较包容的这个李克强 上台 这一点才是习近平最最最最最紧张的 为什么 因为在中共党内的排名 李克强是始终排在第二位的 大家知道在中共历史上 排在第二位的人 最有可能取代排在第一位的人 因此呢 李克强也是最危险的人 当然 也是最危险的对手 大家想一想 在毛的时代 刘少奇 排在第二位 最危险被毛拿掉了 接下来是林彪被拿掉了 那么在邓的时代 胡耀邦赵紫阳被拿掉了 所有的这些最危险的人 都容易被拿掉 那么习近平 他为了坐稳江山 把薄熙来 当然薄熙来当时还没有坐在第二位的位置上 当然他是最危险的人 那么如果西方国家 真正的要想培植这个李克强 当然习近平就会非常担心 当然了 我本人 对于这个李克强 能不能当一个大任 也保持自己的 怎么说呢 我保留自己的意见 那么至于为什么保留 我想呢 以后抽机会 再给大家分享 感谢各位网友的观看 感恩您的分享 再见 谢谢大家